好 現在花蓮雨震不斷 很多民眾最近都不敢再去花東來旅遊了 也重創當地的觀光產業 而花蓮最繁榮的東大門夜市 現在生意就是一片慘淡 攤商一天業績甚至只有幾百塊錢 而業者為了節省成本 幾乎都只在禮拜六、禮拜五來開門營業 但這依舊都不是長遠之際 紛紛寄望政府能夠給予補助 晚餐時間夜生活財政要開始 許多攤商卻不拉開鐵捲門營業 雨震不斷侵襲花蓮 遊客根本不敢來 觀光夜首當其衝 東大門整排大街空蕩蕩 有的攤商一天只有禁賬幾百塊 不知該如何是好 客人、觀光客全部都沒有進來 生意都不知道要怎麼做下去 目前才賣一支 鐵加上烤玉米熱騰騰出爐 買氣卻冷冷清清 有老闆娘閒得發慌坐在門口滑手機 其他業者乾脆攤在堂椅上 休息佛系固墊 遊客不上門開店 一分一秒都在賠錢 因為可能是怕地震 因為遺震來的太多 現在沒有遊客浪費瓦斯 接生一下開銷 現在只能買少 把舊的一面丟了 菜單裡面有的東西還是要有 生意直線下降不到以往半程 老闆把鐵鍋倒蓋先從買菜前開刀 節省成本 攤商目前大多只在熱門時段 禮拜五跟六營業 但這依舊不是長遠之際 只能寄望政府給予幫助 如果啟動像之前的那個 疫後振興的方案 如果說可以給我們一些 實質上的補助的話 就起碼可以讓我們撐過這一個月 經濟部目前推出夜市振興券 期望撐過艱難時刻恢復東大門融景 記者林金曲的情況報導